周润发号送机 明信片获芳心 发嫂报 当时有男友周润发 与陈慧莲结婚超过30年 依旧恩爱如稀 一向低调的发嫂 近日罕见接受港媒访问 畅谈夫妻间的私事 先前曾谈女儿拍死腹中的惨痛回忆 日前则转变心情 大爆两人情势 还甜蜜笑她是不是神经病 一个是香港影帝 另一个是新加坡千金 两人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陈慧莲透 路曾有个朋友认识周润发 一次姻缘纪会下让两人认识 但当时两人只是朋友 某天发哥打电话给他 问你可以陪我吃饭吗 原来他因为曼谷转机没有位子 要多停留一天 两人就去吃饭 渐渐就熟人起来 第二天发早穿着短裤及拖鞋 头也没有书 就去一起送鸡 他回到香港就天天靠我 就是这样开始的 并透露周润发 每天都会寄明信片给他 至于明信片上写什么 陈慧莲表示太多了 好大碟 只记得都写些很简单的东西 陈慧莲更意外爆料当时 发哥有竞争对手 我有几个朋友 男朋友吗 一定有的啊这些 语气轻松自然 足尽以两人相恋多年 感情依旧非常好 感情依旧